形象已经严重受损了 是我们的食品安全 大桶长击黑心油品当中 还包括了沙拉油 以至少40%的免子油混合 那么负责人高正立呢 他甚至在一开口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呢 还嘴硬死不认错 他甚至呛响简调说 这个免子油一切合法 于是我们看到检察官 叶剑长郑志文在今天中午 立刻再度杀到了大桶公司 召开了临时侦察亭 面对讯问呢 负责人高正立呢 还有两名调配式的亲信 松孔坦诚 沙拉油的确混冲棉子油 菜市场长大检察官易建成 再到大桶公司 召开临时侦察亭 包含了高正立还有两名亲信 坦诚用棉子油混冲调配沙拉油 黑心大桶到底还有什么油 没有造假呢 连最便宜最多人使用的沙拉油 也沦陷 30种沙拉油样品 全被卫生局带回送宴棉芬 几乎每一罐都加进了 让男性不孕的棉子油 就是看准棉子油金黄色的外表 倒出来粘稠度就和一般的沙拉油差不多 高正立连沙拉油也乱混 卫生单位推估大桶沙拉油 至少混进了40%以上的棉子油 偏偏大桶公司134项产品当中 光沙拉油就占了52项 产量更达到了8成以上 不止一般的家庭 就连小吃摊夜市 军营校园的营养午餐 全都受害 经销商再来一整台货车的大桶食用油 误买了黑心油急忙退货 痛批高整理 黑心油大回收 员工忙不停 总共82项油品 805种产品 总计12万公吨的黑心油 全部都要回收 市价超过了60亿元 全都必须销毁 只是高正立不服气 在21号晚上6点 还有22号上午10点 不到16个小时之内 两度发出同一张声明稿 强调进口的棉子油一切合法 问题就在如果合法 为何不事先告知消费者呢 声明稿一出 破过了塑化剂 甲干贝还有瘦肉精的检察官 印建成再度大阵仗查气 要让高正立无法再反驳 周知新闻 陈梦辉 SNG小组 彰化报导